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时候也曾经造谣说对手收了企业家三亿元 如今说法听起来似乎是如出一车 蓝白破旧五天 柯文哲狂爆料说有人花两亿美金 要他当副手 台湾幕僚主动每天爆料 连名字都脱口而出 女性上人还有那个季将军 还有个什么魏先生 骗子前客实在是太多了 国民党皇复兴党部主委季林连 就被引设是这位季将军 但本人已经明确否正 记者追问这些人到底哪里来 谁安排会面 柯文哲持续暧昧不说 难道骗子前客是柯幕僚安排的吗 网友就痛骂只有两种可能 若是骗子难道随便一个人 说要给你两亿美金你都信 这么容易被骗选什么总统 而柯文哲还好意思说 但若真是前客就违法 若不讲不告就是姑息养奸 还是根本就是你栽赃的谎言 柯文哲过去选台北市长就曾造谣三亿男捐钱给连车 当时他的态度如出一彻 讲得暧昧不清 离谱的是法院彻查结果柯建民作证 是柯文哲想要透过牵线找郭台铭 但却有两个人根本没见到面 也完全没有郭台铭给连胜文三亿这件事 而郭台铭只有因为郝罗宾市府盖花博选过钱 而如今再问柯文哲当初为何说谎 在一张连胜文 他竟然这么讲 从蓝白河破局至今 柯文哲和幕僚几乎卯足全力分进核击 柯文哲和国民党也引爆随民之旗 柯文哲和国民党分道扬镳之后 突然一下抛出了一个两亿美金的话题 说有人出两亿美金 叫他当侯友宜的副手 他说过程当中什么鱼姓商人 季将军或是魏先生 骗子前客实在太多 这一夜就把他翻过去 反正都已经结束了 让他留在历史上 这个科班的发言人陈志涵说 这是一位曾经在国民党担任中央地方高层级的官员 是国民党的干扰战术啊 好 来听赵刚怎么回应呢 赵刚就说了 柯文哲既然你已经讲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 就不能够像黄树光一样 说个放了话之后不收尾啊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搞得大家猜来猜去 不应该这样 你讲了就应该要负责任的讲到底 而国民党现在选举经费都已经很困难了 根本没有钱啊 什么两亿美金 恐怕连两亿台币都没有啊 好 传出了一个所谓的季将军 就有人说难道是季林连将军吗 好 他就跳出来 赶快帮自己澄清了 他说我跟柯文哲唯一一次的碰面 是在四年之前 跟柯文哲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该从何谈起呢 好 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则说 这个季将军应该不是这个季林连将军 而是扁政府时期的另外一位叫做季泰来 他认为他跟绿营的关系比较深 跟国民党没什么关系 好 媒体人尹乃金啊 也是访问柯文哲这时候 先出了这个两亿美金的话题 他说柯文哲喊话喊得很好听 说要不一样的选举 钱不用花这么多 但是2014年三亿男的事件 真相大白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有这样的记录的人 到底有哪一个企业敢捐钱给他呢 好 检方则说呢 这个柯文哲竟然肯爆料 请勇于检举来协助厘清案情 主动说明整个事实还有行贿的来源 因为如果真的有人说要给他两亿美金 那可就是已经涉及到会选的问题了 好 现在民进党打折 随困上已经要求检方要来侦办调查了 柯文哲到底是真的想要政党轮替下架贪腐吗 还是他这样做变成是在抹黑国民党 想要当绿营测译到底是哪一种呢 指责怎么看 刚才主持人念了这么多各方的陈述 我想观众朋友到现在可能还是搞不清楚 到底办法是什么事 为什么呢 因为柯文哲主席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点眉头眉尾 如果说这是一个爆料 那这个重要的事件 那应该人事实地物应该一并讲出来 这个才有公信力 可是现在柯文哲主席看起来是带了一个话题 可是却没有把后面相关的资讯揭露 或者根本完全揭露不出来 我不晓得 但是我要讲既然他开了一个头 其实他就要负责任一点 把后面的相关事情讲出来 我必要说是不是柯文哲主席现在这个缺行程 但是看起来他不缺话题 那我觉得这种影射的杀伤力最强 那柯文哲主席现在已经是总统的参选人了 类似像这种事件或议题 我觉得应该要更负责任 我觉得这样不是大可不必 那我觉得你看这个事情 包含有几个事情很怪异 第一个金额显不合理 两亿美元 我自己在竞权总部7月1号进去 到现在为止竞权总部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们也知道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国民党真的是蛮惨淡经营的 各项资源都缺乏 那所以有这种两亿美元这么高的金额 甚至要去抽原子汤 让柯文哲去当副手 这是天价 那我好奇说连柯文哲都觉得说 这可能是这个骗子 这个什么东西的 那怎么会他还把这件事情 没有把它翻页 甚至在这个时间点把它揭露出来 所以我刚刚讲金额显不合理 时机也显有猫腻 这个事件不是昨天才发生的 前天发生的 这事件照他们说法 好像有一个多月前 一两个月前 那在整个在蓝白盒的互动的过程中 从来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讯息 我一说如果真的有发生这个事 他好歹来问一下 问一下侯办的人 问我也可以 你们是不是有跟什么 季将军 于心商人 魏先生 是不是有在牵线 要把我戳掉 还是什么 查证或求证 至少我没有 我想我们内部也不会有 所以我要讲 就是说这个当做茶余饭话题 可以 我觉得应该要四可而止了 不然在这延烧下去 我认为这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方式 我知道柯文哲主席的空战很强 但是这个空战是媒体网络的空战 不是内容空洞的空 因为这个事情 我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评论起 因为没有相关的人出来证实说 这个人是我 这个钱也是对的 数字是对的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选战还是要回到正轨 你说电论政策也好 或者是愿景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式 柯文哲爆料 有人要给他两亿美金 而且是一个钱客 网友就说了 你随便说有一个人要给你两亿美金 如果你也相信的话 那这么容易被骗 能够选总统吗 好 检方现在也说 柯文哲你应该主动的来协助侦办 但是如果说不是被骗好了 那就像吴子佳说的 如果是真的有钱客的话 那就是有违法的问题 有行贿的问题了 柯文哲不讲不告 是不是姑息养奸呢 如果根本没有这回事的话 那就更糟糕了 以上皆非代表的是 柯文哲是不是跟三亿男士建样 难道是要栽赃侯友谊吗 所以现在这样做看起来 是不是等于是让民进党得利呢 燕秀怎么看 我觉得这三组总统候选人里面 果然还是柯文哲最会制造话题 我昨天来开会的时候 跟朱立伦讲说 大帐房里面原来有61台币 在哪里 我说小鸡选得很辛苦 65位小鸡要多想办吧 助理很无奈 不过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就是说在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应该知道 沟通的过程当中 会知道沟通的内容 国民党会跟他沟通 互动人绝对不超过五个人 我身为国民党的副秘书长主任 其实他们什么时候沟通 沟通哪些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柯文哲应该知道 跟他会负责对话的 其实只有几个人 恐怕连此则在侯办 他都不一定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见面 见面地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讯息丢出来 我觉得像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会接收到很多讯息 我们自己会判断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就像网友讲的 如果连这些事情 都没有办法去判断的话 你怎么去做一个 怎么去参选一个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拿来讨论的话 我觉得也凸显出 柯文哲讲这件事情 就是在制造声量 那也会凸显出 柯文哲在判断 整体团队在判断 很多事情上 是不是不够周延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只是凸显出 民众党在整体的运作上 其实是有问题的 柯文哲最近开始感叹 他说自从蓝白 整合不成之后 原本说赞助他的企业 都变得很冷淡 2014年 柯文哲出来选市长 当时就说了 有个三亿男 要给他的对手 连胜文三亿元 结果呢 影射他拿了财团钱之后呢 当时负责牵线的 柯建民就出来澄清了 说当时原来柯文哲 要找柯建民 来帮忙牵线募款 结果对方说 已经答应要给 市博馆捐款三亿元 结果竟然被柯文哲 就拿来栽赃 说是给了连胜文三亿元 柯文哲口口声声说 要打一场不一样的 干净的选战 话讲得很漂亮 但是过去有这个 三亿男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现在难道又要影射一个 两亿美金的前客吗 所以就像这个 林乃津说的 如果你已经有过这样的记录 到底哪一个企业 真的敢捐钱给他呢 蔡伟你怎么看 任何一个候选人 如果你没有当选的希望 要找到捐款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任何一个 在总统选举排第三名的 难免的 所有的企业捐款都会收手 这个叫做人间能卵 正常现象 那如果人家觉得你有当选几率的话 那当然他也愿意 比较热于捐钱给你 至于这个 柯文哲在2014年的表现 有两件事情 的确实在是不太那么样的 这个适合在正常选举里面选举 一个就是讲的所谓的三亿男 他讲的就是郭台铭 那第二个 老鼠尾窃听事件 大家忘了这个是吗 后来找到一年 他自己给弄出来的 但是 可是我当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绿媒当然会抓这个猛打 这个联盛文跟国民党 可是我当时也发现到的 事实上打得最立还不一定是绿媒 抹核爆 打得更凶 所以这种状况在选战上面 会变成漫天烽火 你根本分不清楚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那这柯文哲 这个提这个 或者这个猴云 国民党要回应 要很小心 我也在讲要很小心 那一言之竟然讲出来说 不是纪林连 是纪泰来 那没有错 你讲纪泰来 是在阿扁时代国安局的官员 那因为当时的警政署长是猴友宜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你就不要去扯受跟李永有关 不是暗示猴友宜跟李永有关系很好吗 我觉得不妥 那纪泰来的确是在 这一次的过程里面 有扮演着某种程度的 侯友宜阵营跟这个 柯文哲阵营里面 联系的一个角色 但是很确定的 他跟这个所谓的 两亿美金事件是无关的 只是柯文哲把他弄在一起 柯文把他弄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余姓 大家也都曝光 就是余金堡 他在华人圈里面 就是一个 怎么讲呢 比较会信口开合的人 那他的确台湾 蓝绿各方面 阵营里面他都有点来往 所以这个东西在处理起来 等于是在让柯文哲 有借力实力 去扩大蓝白切以后的 感情的失和问题 现在就是说 对于这个白颖的来讲 他们可能会惦记着 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认为他是吃亏的 所以季泰来中间 办了一个角色 传达了他们认为 是错误的讯息给他 所以在这某程度 他故意把他拉进来 但这不是事实 我是觉得还是要釐清到 回归事情的本相 那我认为最好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说 他正在这个热头上 想要去情绪发展 火影和国民党这方面 要尽量的冷静 不要把事情打岔开来 而且我看到国民党 很多立法委员 让我觉得走在正确的路上 怎么讲呢 就不断的想要去挽回 或者去弥合 蓝白切手产生的感情差距 去帮他们的 白颖的立委候选人站台 帮忙等等的 尽快把这一段弥补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你就看到美丽的 电子报的民调出来 就很明显了 就是说 突然之间柯文哲掉了7% 可掉了7% 没有跑到侯友余这边来 跑到哪里去 是跑到赖清德那边去 7%里面有4.5% 跑到赖清德 然后2.5% 跑到魏表泰的一个决定 而里面大部分是20到19岁 这个就告诉 所有的竞选者 蓝白要合 才会打得败赖清德 蓝白切的话 如果你跟白闹得太过僵的话 也会使得蓝莹赤亏 现在的局面已经出现这个情形 那如果没有这些国民党的小鸡们 这么努力的米合的话 问题还会更大 那另外的 当赵少康刚开始说 要把柯文哲打到20%一下 让他们引起很大的反弹 那现在说回来 如果国民党执政也要邀请白影的来入阁 慢慢进弥补 40天有足够的时间 弥补和更还有圣诞节比较温暖 因为国民党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把白的选票拉过来 反而被绿的拉走的话 那努力的老半天 还是最后回归原点 那是不是白跑一趟了 好 柯文哲挤牙膏式的爆料 说有什么2亿美金的钱客等等 还点名了一个季将军 那么国民党皇复兴党部的主委季林莲 就赶快跳出来否认说 根本没这回事 他和柯文哲没有接触 而于业元之则说 认为这个人应该是 这个叫做季泰来 是陈水扁执政时的国安特警主任 不只身少将是在陈水扁任内 而且当时军中还流传一句话 叫做匹吉泰来 这个人跟绿营的关系是比较深的 所以这是否代表柯文哲的人脉 其实和民进党就是同一套呢 好 人家问骗子是谁 结果柯文哲的回答很妙 他说去问幕僚 去问陈志涵到底为什么 难道这些前客是陈志涵介绍来的吗 施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 其实柯文哲应该现在在吃国民党的豆腐 稳赚不赔 以义代劳 所以我也同意立委提的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不要好像说我秤圣子这种感觉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柯文哲的做法 就是要想办法要转移焦点 那真真假假 他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没有错了 有些热心人士 那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了 OK 好 其实我当然我不是在当官 也不是在当律 我这三十年也看过那种类似于这种所谓的前客 那其实大家有印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要做魂化炉吗 有没有 那外国就是已经就是透过已经想办法来拉 看是谁执政这个部分 那绿能当然是这几年也是绿能 还有呢我们其实国家已经想要做潜水艇嘛 那美国不要嘛 那当然会有其他国家来 那通常那个就是透过关系啦 但是那个关系 他也你知道那个关系也许他是无知 还是怎样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愿意得罪啦 所以我们就是要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还是要这个小心翼翼这样做啦 OK 那其实我知道这几年最多的 我就是从川普上来看到最多就是军火商 而且那个场合是很奇怪的 不是我们知道的是政治场合啊 所以那个已经 他可能把民进党当作攀啊 你知道想尽办法各个派系 有这样很周边的人 然后就拉来问 但我们知道最扯是台中网 林家隆在当市长的时候有没有 德国一家公司是空壳的 也没有茶壳也没有什么 也是欠了一些东西嘛 所以表示说民进党已经经过 这个陈水扁那样子的潘纳的那样子的 那个然后现在已经他当了 县市首长也这个样子 那小英我是觉得这几年来 是被美国人当作小妹在处理的 好 我们也要请教一下子哲 因为呢 柯文哲分手侯友余之后 最后找了吴欣盈来当他的副手 那么结果现在吴欣盈爆出说呢 疑似是还有美国国籍 结果他却反向媒体说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这样的一段争论 其实是引爆了不小的争议啊 好 所以我们要问子哲的是 柯文哲说 你们去接触他本来潜在的副手 把人家给抢走了 难道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没有办法只能够选择吴欣盈吗 他选择吴欣盈的过程 我们没有参与 这个恐怕只有柯文哲主席自己能回答 不过我讲的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已经是登记成为总统 像吴欣盈是副总统的参选人 那有关于他国籍的事情 因为这牵扯到相关的法令的规定 就是把他厘清 如果外界有质疑 我觉得就是把相关的疑虑 对外界说明 那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对记者的态度 我就不用去质疑 因为你只要把事情说清楚 我想外界能接受 那这件事情就过了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 任何候选都不需要带有这种情绪 在回答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做一个副总统参选人 我觉得那个格局 态度落落大方 我觉得这一题 搞不好他回答得好还加分 那如果你只是对于媒体说 这个为什么咄咄逼人 这个还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查等等 甚至问受记者说 你这个你从事什么职业 你会跟家里人商量吗 报告吗等等 我觉得这是多余 所以我还是回归来 就是说还是要回到 既然坦白讲 蓝白因为没有合 最后结果是没有合 我不认为大家是敌人 敌手 是对手 那所以说大家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不管是政见也好 政策也好 人格特质也好 就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去选择嘛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正道啦 有什么接触潜在的副手 抢走副手这种事情吗 我毫无所惜 毫无所惜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